亲爱的同学们 老师们 今天美丽的清华云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 初秋时节的云子 因为3800多名新同学的到来 而充满了勃勃生机 我代表群校师生员工 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90年前1929年入学的赵九章 秦宗书 王朱熹 乔冠华等一批清华学子 曾在这里唱出 皆我多事 来自云帆 气球生宴 祭祭一谈的歌声 今天在座的你们 带着对清华的向往 和对美好人生的憧憬 汇聚在这里 开启新的人生拼战 你们当中有来自湖北 心怀外交梦想的刘宇彤同学 有来自上海 热爱中国古顶诗词的武艺书同学 有来自莫山比克 有自于成为土木工程师的科威同学 由来自云南 今现唯有自强不息 才有日后无限可能的林万东同学 祝贺刘宇彤 武艺书 科威 林万东同学 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清华大家庭的意愿 也祝贺群体2019级同学 云梦清华 我相信 在自强不息 获得债务的孝训 和形成于年孝风的心涛下 你们一定会拥有一个无限的未来 2019年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灵魂 一百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 是中国近新代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在民族危难之际 新建清零知识分子成为时代的兴风 兴起了一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新建清零追寻着信仰 迸发着力量 以永久奋斗 敢于牺牲的崇高精神 推动了民族振兴 国家富强的历史进程 1916年进入清华求学的师范学长 在新思想 新文化的影响下 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 发起成立了 爱国进步社团 维珍学会 他在不屑的求手和实境中 经历了为多数人 蒙幸福的人生观 把共产主义 作为终身不渝的信仰 1934年初 林建34岁的师范 在南京雨花坛 为革命事业 赚烈牺牲 师范被他的同学们誉为 清华最有关荣的儿子 五四运动 爱国亲人的挺立身影 永远定格在历史的藏活中 焕发着持久而璀璨的光辉 人生的意义 只有在服务国家 共性社会的奋斗中 才得以瞻醒 著名历史学家 秦牧新生说 欲其国民 对国家单情 有真实之改进 必先使其国民 对国家以往历史 有真实之了解 清零的家国情怀和允大理想 根治于对国家和民主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 清零的单单作为和进取创新 来自于对国家和民主历史文化的深厚自信 与深层热爱 另外 中华民主壮阔的历史残卷 我们总能在奔流不息的万古江湖中 获得启迪 进而思索 如何为有限的人生 赋予很久的意义 希望你们 从历史文化中 获取自信 汲取力量 中国数七年的悠久历史 竞争了社会的苍山病化 竞争了人今的悲欢离合 更提供了修其制品的智慧 和兴衰得失的见见 清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 公子珍说过 欲知大道 必兴为始 学习历史 遵从历史 是求知探索的群体 是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 深厚的历史文化 抵约 是自信的来源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承载着中华民主 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 约含着指引人们 正确情形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主深深不息民营发展 饱受挫折又不断欲火重生 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 同学们 你们要充分 吸取历史文化的丰富养分 尽力更深层 更持久的文化自信 获得一晚无情的奋进力量 希望你们 从历史文化中涵养气度 拓展事业 广博的历史文化 往往造就一个民主 灰宏的气度和开阔的视野 开放包容 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宝贵品格 在与其他文化长期的交流附近中 中华文化既经手根本 自立自行 又与时俱进 坚收并许 在希腊新界 丰富内涵 提升品质的过程中 发展壮大 业貌更深 一百年前 一九一九年 进入清华学习 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 雷海忠先生 主张中国要勇于 向西方文化开放 不崇拜满崇 要自动自主的选择学习 同时他认为 若要创造新生 对于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尤其是短处 我们必须心心了解 这种自学气度 开拓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宏大事业 今天 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所构成的世界里 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同学们 你们要世界倾斩 四通万里 涵养厚得 遗经者 查之谷 不知乃者 事之网 现实中的一切 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相应的影子 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 也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困惑提供 启示和倾斩 给充满挑战的未来 带来希望 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总体是向好的 历史的车轮总是向着光明与希望滚滚情节 但是 历史的发展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难免会经历取责和磨难 文化的传续 也往往会遇到坎坷与阻碍 在罗逊式上升的历史进程中 只有坚定的信仰 才能使人们在困境中不放弃希望 始终保持着对美好与高尚的不懈追求 历史文化是一代又一代人 接续创造出来的 清零正处于树立信仰的关键阶段 清零的价值选择和道路选择 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同学们 你们要始终保持对人类美好未来的信心 在人生的重要关头 做出正确的选择 以希望鼎燃信仰的火炬 让信仰之光照亮你们清晰的道路 同学们 每一代人都在历史文化的残活中 情形 德国著名哲学家亚斯贝尔斯说过 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 我们随从历史进入永恒 每一个人都禁运在自己民主的历史文化之中 每一个人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经历者 参与者和创造者 生命应融入浩荡历史而永不凋谢 个人应投身伟大事业而被永运铭记 同学们 希望你们顺应历史潮流 不复伟大时代 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奋斗力量 拓展胸襟事业 确立崇高信仰 挂云帆 踏万古江湖 继沧海 助不朽人生 亲爱的同学们 新的梦想已经启程 我相信美丽的清华云 一定会因你们而更加精彩 你们的青春足迹 也一定将为新华云所铭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